大家好,我是王一凱,歡迎收看AK燈泡我的週五短片 好,那這週的週五短片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回答一些我觀眾問我的問題 那首先第一題就是有關於資訊卡的問題 就是很常我在影片會說 請點這裡,點音去連結看,就會看到另一部影片什麼的 有一些觀眾會跟我反應說 不是啊,你說你有放資訊卡來呢? 可是根本沒有啊 我今天就要來教你為什麼你會看不到資訊卡 以及如何把它開啟 那我們就開始示範吧 好了,那我現在就來做一點示範 我們現在這部是我這個禮拜一上傳的芯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 誒,明明說連結會放在右上角 怎麼用上角這裡是空的呢? 好,第一種情況就是你就按進去設定這裡 你會發現這裡有個東西叫做註解 誒,你不小心把它關起來了 然後我就把它打開來 然後我們來倒在看看發生什麼事 你就可以看到它這裡會出現一個圓形裡面的I 我們把它倒在一下 你看,它這個時候就會跳出來了 所以這是第一種可能 那你可能看一下發現 誒,奇怪 我這裡的註解 明明是打開的 但我上面還是沒有I啊 我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就繼續看吧 好的,那現在我要來解釋第二種可能會發生的情形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 好,我現在繼續播我的影片 誒,又來了 明明所有連結連結圈不在這裡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剛剛註解有沒有打開 誒,有打開 那為什麼還是不在呢? 噢,這個時候你就是動到設定了 我們來按到你自己那裡 然後按進去你的設定 接著按進去這個播放觀影體驗 你就會發現,噢,你資訊卡這裡 你是沒有打勾的 所以我們把它打勾起來 然後看回去會不會成功 好,那我剛剛把那個GoGo打開之後 我就會發現,誒,這裡已經出現這個I了 然後一樣啊 我講的時候 它在上面也會跳出來那個影片 演進去 一樣可以演進去那些影片 好,所以呢 你如果是看不到我的資訊卡 要嘛就是你底下設定那裡註解給人家寬掉了 要嘛就是在你自己的設定那裡 你的資訊卡那個方框裡面 我把它打勾起來 那這種狀況 像我的兩個帳號 一個是今年才創的 一個是三年前才創的 這兩個帳號它的Default值那個勾都是已經打勾了 所以畢竟我沒有調我的設定嘛 那我Default也會寫這些資訊卡 但我在CCN他們的Google帳號可能創了15年或17年 那它的預設那個方框就沒有打勾 好,所以記住 如果你看不到我的資訊卡呢 要嘛就是這裡 要嘛就是那裡發生問題哦 好的,那第二個我時常遇到有人會問我的問題就是 誒,我怎麼看不到你的社群貼文啊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問你,請問你用的裝置是iPad嗎 我現在就來用iPad做一個例子 好,現在我進到了iPad Pro的首頁 然後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排 那其中第四個那個叫社群 我們按進去看看 誒,它會說 此裝置目前不支援社群貼文功能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社群它只能在手機或者是電腦上面使用 在iPad上面是無法使用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常見的問題 好的,那最後一個我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臉書使用者有時候在我的臉書發文裡面 就是比如說像我這篇發文 那我給一個筆記的連結 或一個給我Youtube總表連結 那當我點下Youtube總表的時候 照理來說應該要連到社群那個部分嘛 所以我現在點一下 然後你就會發現了 停留在一個白白的畫面哦 什麼都沒有 那這個時候你要做什麼呢? 就是你看右下角這裡有三個點 點下去之後它有一個叫做以瀏覽器開啟 那如果是iPhone使用者的話 就可以順利的進到我社群了 那因為這個是iPad 所以還是什麼都沒有啦 但是對於iPhone使用者來說 你一樣點進我Facebook的那個 Youtube連結的時候呢 會跳出這個剛剛那個白色的畫面 點了三個點 以瀏覽器開啟 事情就好啦 好的,那這又是今天的週五宣布短片啦 那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就這樣下次見,掰掰 就接受吧 接受它 這不管也沒關係 這時間爛不爛 這玄學半開端轉彎 就這樣啦 那是我的影片 不爽 我會見到你